接下來問各位兩個問題 第一個AB兩隊做拔荷比賽結果A隊贏了 可不可以說A隊的作用的繩子一定比B隊的作用的繩子大 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可以 停車戰界問你覺得可以還是不可以 然後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認為可以為什麼認為不可以 三次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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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弦樂 很好 7-7 也不棄也管弦樂 並駕 No.2 2號 比公帳 可以嗎 為什麼可以 什麼時候你也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 為什麼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講可以的人很正常啊 因為什麼就是可以嘛 講不可以也非常正常啊 為什麼可以 我給你的答案是可以 因為繩子本來禁止往A移動了所以合力朝A 所以合力朝A 所以A的作用繩子比較大 所以A的作用力比較大 這是一個說法 這是一個說法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A如果拉繩子 A如果拉繩子 B又拉繩子 有人會想說這要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那應該怎樣 一樣 這個問題我們班上的 我們班上到大學同學的社群討論過 有人扯了一大約的答案 有人還扯到說 這兩個力量一樣 但是呢 腳給人的力量不一樣 就是批片給反作用力不一樣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再更扯 還可以扯A拉繩子 那有繩子拉A B拉繩子 繩子拉B 那他還有張力 可是張力正常 正常你們高中考試的時候 張力兩邊應該是一樣大的 所以就扯不完了 就扯不完了 沒有關係 我們就把它簡化成這樣說 可以 因為繩度啊 沒懂 所以A的力量比較大 A的力量比較大 OK 就是解釋的方式 但是其實要討論起來還蠻麻煩的 那其實還蠻麻煩的 第十題 太空中失重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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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天秤量 因為呢 天秤不會動 那 用牛頓2 牛頓2 可以怎麼量 其實不只 上次網路上傳了一個影片 除了用牛頓2 還有想要別的方法 你先不要管 不要不要管 用牛頓2要怎麼量 用牛頓2要怎麼量 用牛頓2要怎麼去量質量 太空中失重了 但是呢 我想要量質量 那現在呢 天秤不能 我敢用牛頓2 該怎麼做 Number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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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23 怎麼做 講講設計方法 做法 說一說做法 說一說做法 推的啊 加速度 你做 你做 用一個固定量的力 測量加速度 你就可以讓算出來 至少可以算出筆值 你也不知道你出力是幾牛頓 但是你控制你的出力大小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他加速大小 你可以比出來這兩個的 兩個不一樣物體的質量比多少 所以就算你得不到一個確定的大小 至少你可以求出筆值 當會就有題目要你算筆值 當會就有題目要你算筆值 就這樣做 牛頓2 所以太空中失重狀態 無法用天秤量質量 可是可以用F等於 MMA F等於MMA 我剛剛講過 網路上有個影片傳 還有別的方法 你想想看還有什麼方法 你可以量質量 在失重狀態 你可以去量東西的質量有多少 你可以思考一下 OK嗎 OK